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次派遣堂时到中国学习制造工艺 建筑美术 点章制度等等 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尚也深受中国影响 然而日本对中国却是狼子野心 明城祖时扣群多达万人 小的数百人 其据点深入沿海各省到处危害 已形成一股极为残暴的海盗武装 其所侵犯的地方无不杀个鸡犬不留 沿海倭寇肆虐达78年之久 明朝天下高洞 耗费国库巨额经费 军队死伤数十万 后经七纪光等与之苦斗多年才告平息 明万历年间 风尘秀吉在统一日本六十多小国之后出兵二十一万 攻占朝鲜 抑郁以朝鲜为基地 一举征服中国 风尘秀吉的计划包括 占领中国后 顶都北京 将朝鲜王移治日本 巩固中国的统治之后 即向印度进军 这一计划的主旨就是 将日本举国从贫瘠的岛屿上迁移到大陆 也就是日本后来的 所谓大陆政策 风尘秀吉的美梦虽然没能实现 却鼓舞了后来的日本人 此后 日本的战略家们便开始不断研究和制定灭亡中国的周密计划 甲午之战后 中国交出北洋水师幸存的所有军舰 赔偿日本白银两亿三千万两 日本吞并朝鲜 屠城旅顺 割去台湾 1931年 日本出兵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 随后又占领了热河和外蒙古 1937年 日本全面激华 中国最富庶的省份 山河破碎 物是人非 12月 日军侵占了中国的首都南京 杀害了37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 吕顺的悲剧 又一次在中国重演 日本人以恶意对待中国人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任何对不起日本的事 而正是因为我们教了日本人大多的东西 他们引进中国文明作为其文化的根本 日本人要称霸世界 必须首先彻底打垮他的启蒙老师 中国 以秉除他固有的自卑心理 一旦消灭了中国 日本就可以把自己标榜为世界文明的一支 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 在抗战期间 日本为了消磨中国人的斗志 鼓吹东亚共荣圈政策 一边对中国人大肆屠杀 一边大谈中日亲善 欺骗了不少人 也勾引了汪精卫等汉奸 现在 如果我们自己大谈中日友好 自己捏着鼻子哄自己 不仅淡化了日本罪行的严重性 还麻痹了我们应有的警觉 实在是不治之举 很多人都认为 他们的暴行只不过是因为受了军国主义的灌输 显然 这种将一切归咎于军国主义的说法 颠倒了英国 当占领南京屠杀时 日本全国一片欢腾 东京日日新闻上连载两日兵百人展比赛的比分 106比105的进度 成了他们饭后的谈资 日本的残暴由来已久 从中国历史看 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朝的倭寇 如果从日本本身的历史看 试杀的血腥特质 其实是其文化固有的一部分 军国主义的产生 实际上是这种特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结果 真的吗 不相信老子 人家不放心嘛 哇哟 安倍作为民族派 上台后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修改教育基本法 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 其目的就是 要找回失去的传统与自尊 走向所谓的正常与自立 日本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 这个最忘恩负义的民族 这个最虚伪的民族 这个受性十足的民族 新华期间致使我们 两千多万同胞伤亡 中华神州满目疮痍 生灵涂淡 而至今他们没一句道歉 我们不道歉 因为我们是日本人 我无耻 我混蛋 因为我是安倍 要遇到是日本的 咋啦 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